山中的關心時代力量在這一次大選中挫敗 不只沒有拿下任何一席立委 最後連3%的政黨選舉補助款也沒有拿到 是引發財務危機 那對此代理黨主席王婉鈺也表示 已經開始了募款活動 目前湧入了數千筆的捐款 另外也有超過200人來入黨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帶您起來聽 從選後到現在雖然不到一週的時間 但是我們已經收到了數千筆的小兒的捐款 那也超過200位的黨員來申請入黨了 那這些黨員當中有超過六成都是年輕世代 25歲以下的新世代的年輕人們 顯示出來的是時代力量對於年輕族群 對於社會大眾都仍然維持有號召力 其實如果我們面對到民眾黨的黃國昌 我們就不能批判不能檢視 那我們有什麼資格來檢視民進黨 來檢視國民黨 對時代力量來說 所有做的好的我們當然都願意支持 所有做的不好的部分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黨 我們的確也應該也必須要來做一些檢視 那我想對時代力量來說 這一頁是已經翻過去了 好這個今天王婉玉除了表達感謝大家 在給予時代力量支持之外 他也是表達說這一次最大的檢討敗選原因 其實是因為這個組織不足 而且媒體聲量也不夠 將來會再改進了 不過另外呢也是被問到說 陳昭華在選後也檢討了這個王婉玉說 不應該在節目上來批評黃國昌 對此王婉玉也是反擊說 如果沒有辦法來檢視民眾黨的黃國昌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資格來進行檢視民進黨